新入境措施實施之後 所有旅客入境之前 都要在這個位置檢疫 交健康申報表 也要帶上監察手帶 首批要接受家居隔離的旅客 航班延誤 凌晨三點半由麥爾本抵達香港 多謝國泰 他延遲六個小時 令我們成為第一群組 可以嘗試感受到 香港政府對我們很關心的人 隔了幾個小時才確認 我們說班機延遲了 最終都要隔離了 有些乘客都下機 我想他是遊客那些吧 我是提早回來的 希望趕得及 在14天的限期前回來 但是無奈班機也是延誤了 那就沒辦法了 旅客交健康申報表量體溫之後 幾分鐘至二十分鐘就完成檢疫 法國政府突然又說消禁 又不能出街 我學校又變成online school 我覺得好像在巴黎 很難買 坐Economy都要五千歐 有學生因為美國停貨回香港 全架機大約十幾人 好像他這樣 穿了保護衣 他說不回家住 會去酒店住 沙特是全美國人最嚴重的地方 所以想回來先 因為我家裏有老人家和有寶寶 所以如果我真的有事 可能不太好 飛機是比較危險的 做足保護的設施會比較安全 我覺得麻煩也要 因為這樣安全一點 如果真的這麼不幸 我也不想傳給別人 星期四凌晨開始 除了台灣、澳門之外 所有外國入境香港的人 都要接受強制家居檢疫 帶追蹤手帶 政府預計每日有過萬人入境 有先電視記者黃雪梅 有先電視記者黃雪梅